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其实包括了第一 女性自己内心的极限 也就是我们对于做一个不像传统女人的女人 其实是有着恐惧的 第二个部分是 在跟男性的下属相处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应对上的技巧 可以让你的管理更有效率呢 那今天我想先来谈一谈 这个女性心中的恐惧的部分 其实 现在应该没有人 会明文地指责你说 你不像个女人 或者说 你这个上司 为什么可以这样子挑战一个男性 或指责一个男性 但是不可否认的身为女性主管 我们有很多机会 会遇到情绪性的一种抗拒 也许同样一个指令 你交给女性员工的话 是很顺的 你的道理也非常清楚 但是 你如果不去照顾一个男性员工的感觉 可能你给的指令 就没有办法被执行 所以这时候 我们必须要能够去看到 在执行你的工作 你的任务的时候 你心里面有没有一些恐惧 有些人很清楚地知道 我要负责地完成任务 但是却非常害怕 会失去男性的友谊 不但是友谊 而且即便是 你没有要跟这个男性怎么样 对于男人不喜欢我这件事 女人的恐惧是非常非常深沉的 那其实是 应该说 就像是在前意识里面 可能从你阿祖传给阿嬷 阿嬷传给妈妈 再传给你 会在午夜梦回的时候 出来啃视我们的东西 即使是我呢 都已经要迈入这个 老人的年纪了 我对于男性 如果对我有什么样 不满的眼光 我还是本能地要花 应该说要花比女性 对我有指责的时候 更多的时间去确认 然后这是因为我们总觉得 如果我太过强势 那么我可能会不安全 因为本质上 也许我们被教导的是 如果男性不照顾我们的话 我们会有危险 另外就是说 如果男性不帮忙 不欣赏你的话 你会很孤独 这可能就是现代的女性 要追求真正的平等 我们要去放弃 或者说要去解脱的东西 我们必须要先打从心里 至少我自己的经验是 完完全全的放弃那种 什么女性保障名额啊 然后被照顾的特权 真的在心里面 完全放开这些东西之后 你去跟男性相处 已经完完全全没有一种交气 也没有一种说 我站在你们前面的时候 即便我是发号施令 可是你们应该知道 我内心还是需要照顾的啊 我觉得这种自我矛盾的想法 是男性对于跟女性工作的时候 最大的不满 那这是我们要对自己去工作的地方 这也是我给大家 关于这一类问题的第一个建议 关于男性跟女性在职场上怎么相处 特别女性是主管的这个部分 我有一些实用上面的心得 跟大家分享 每一个企业都有它的文化 我建议大家先好好地评估一下 你的企业的文化 例如我以前是在医疗机构里面工作 大家可以想象医疗机构在早期是 非常的有男尊女卑的状况 所以我也磨练出很多的这种技巧 我印象非常深是 例如像我在当总医师 其实是一个小总管的身份的时候 我执行着跟男总管一样的任务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会遭到无情的反击 例如说你太强势 这是大家最怕听到的话 可是我们慢慢地发现说 好 如果在一个产业 你的产业里面男女文化非常的传统 你一下子要跳跃得太前进的时候 最后应该是会单独地死在沙滩上 因为你没有跟整个趋势抓到那个 卖拍那个节奏 最后是没有人会接受你的 所以我建议大家评估看看 如果你的产业非常的传统 里面的男性 他的特质都是那种比较内敛的 比较自尊心敏感 没有办法接受你的正面职责 或者说正面讨论的 那么可能我们先认知这个文化 然后用一些比较柔软的方式去表达你的意见 务求能够表达 我的意思是 如果用很强硬的方式 一开口讲话 他们耳朵就要关起来的话 那你会更没有影响力 所以通常这个时候 我还是会愿意用比较柔软的方式去发声 可是心态上并不代表 我就永远的接受了这样子的位置 我会希望用比较柔软的方式 甚至有些时候用恳求的方式 或者说拜托的方式 然后如果你得到一些回应 一些好的回应 不要把它当成理所当然 可能就工作上你会觉得 做到这些本来就是你们的责任 可是你可能必须要柔软一点的去想说 他也可以抗拒 所以今天他愿意配合的话 你可以给一些感激 而不是认为 你只是恰如其分的做到你的工作 这算什么 而是能够有一些感激 那慢慢的在一起工作的时候 把这些协同的效应 把它强调出来 让大家看到这样一点点的改变 或一点点的磨合 可以让大家都得到更多的利益 而你是不断的为了这个共同的利益 在用脑 在用心 那慢慢的 等到彼此的信任比较好的时候 我想就可以开始推动你想要的一点点改变 例如说在大家比较友好的时候 你可以适度的去表达说 其实在你的工作上 你有时候必须忘记自己是一个女生 因为我们的工作 你可以跟大家分享 然后其实你们也觉得我们的工作 是有什么样的特色 例如说 他时间性上很赶 他效率上的压力很大 因此我有时候必须抛开 我作为女生的习惯 那有时候我讲话也会变得很不女生 这一点恐怕就要 也要请大家能够包容或是了解 如果你从一两个关系比较友好的人开始 做一点这样子的自我谈漏跟改变 但是不要忘记尊重每个人 那么慢慢的你的产业会因为你而改变 同时串联女同事也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只有你一个人很认真的要做事 其他所有的女性都困在这种对男性的恐惧当中 那么你们也是不会进步 反而你会变成一个特别孤立的人 那我想给大家一个最后一个最重要的心得 就是说其实男性也非常害怕女性 所以在很多时候适度的坦诚是可以换来蛮好的效果 但是切记我之前也常常会跟大家提醒说 有一些时候如果你的分享只是为了要别人无限制的包容 那么你的分享会被别人讨厌 有些时候分享是很有正面的效果 但是前提是你的分享是为了互相了解 而不是只有要别人了解你 谨记这些原则的话 我想我们可以一起期待一个真正女性出头天的一个工作职场